美国布林肯访华 为什么会先去上海 这是布林肯抵达上海的真实画面 没有红毯 没有大队人马接机 前来迎接他的 只有两名美国驻华大使的官员 和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 布林肯一出飞机 就抬起手臂 热情地与接待人员打招呼 满脸笑容 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 简单寒暄过后 布林肯就在保镖的护卫下 走向接待专车 乘车前往酒店 有意思的是 布林肯居住的饭店 是上海的百娘老店和平饭店 上边插着中美两国的国旗 招牌上的和平两个字极为亮眼 更巧合的是 布林肯访华的前一天 正是我国海军成立75周年纪念日 为了庆祝海军日 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滋舶舶舰 首次停靠在了上海外滩 供民众参观 停靠位置于布林肯居住的饭店 仅仅只有一公里 先是和平又是军舰 真的是意义非凡 那么布林肯访华 为什么会先去上海呢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金融 科技等领域 全都处于中国顶尖水平 布林肯是美国的国务卿 国务卿是美国国务院的行政首长 级别相当于我国的外交部长 他的工作就是主管美国国际战略 他这次访问上海 肯定和当时耶伦访问广州一样 都与美国的经济和国际形势有关 想推动合作 加强国际事务的协调 那么布林肯都在上海干了些什么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为什么会先去上海 他都干了些什么 4月24日 布林肯乘坐专机抵达上海 先是与美国官员品尝了上海美食 第二天上午 又去了上海纽约大学 与师生亲切会谈 他说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 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 我能保证的是 中美保持对话 互相倾听 理解彼此 一字一句仿佛都在强调 中国应该和美国加强合作 应该互相理解 要知道在来中国前 布林肯的发言人还放出狠话 我们国务卿想和中方谈两个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全部事关俄罗斯 看得网友疑惑重重 一边想缓解 一边又掀起风浪 美国这是在闹哪样 可不管美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布林肯来访的目的绝对不简单 布林肯是拜登的得力干将 人称笑面杀手 左手执政 右手拿刀 就是他的真实写照 2021年1月26日 布林肯正式成为美国国务卿 他一上任就挥动了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与德法两国外交部长通电话 加强美国与欧洲的友好外交 第二板斧就是呼吁以色列 不要在中东闹事 试图缓和美国与中东的关系 第三板斧就是巩固美日韩的同盟关系 足见布林肯的领导能力有多强 布林肯出生于纽约的富商家庭 24岁就步入华盛顿核心权力集团 成为民主党总统大学的筹款人 47岁就成了美国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 尤其是当上美国国务卿后 布林肯就在国际上大战拳脚 访问完阿联酋和以色列 又飞到约旦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在中东和北非之间马不停蹄地奔波 帮美国稳定后院 说话温和 处事圆滑 智商极高 手段高明 是一位不可小觑的美国政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